李准,一步楼外楼,半步文坛室。家国同构,效忠见大。 李准,一步楼外楼,半步文坛室。家国同构,效忠见大。家国同构,效忠见大。 一步楼外楼,半步文坛室。李准,电视剧楼外楼海报。 电视剧楼外楼,周震天编剧,苏州导演,拉风传媒出品,很好看,看得如歌如气,如气如素,欲罢不能,余音绕梁。 无论作为聚焦民国时期民族工商业题材的电视剧,还是作为弘扬地域历史文化的电视剧,楼外楼都是一次新的突破,一次新的尝试。 这部电视剧最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历史和现实的关联,以及我们今天如何用艺术的方式去把握历史,诠释当今世界。 从这个角度来说,该剧最令人感兴趣的有理下三点。 首先,家国同构,效忠建大,以红是一家人的悲欢离合,精彩地反映出了20世纪上半裂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和抗争史。 中华传统文化五千年延年不断,受要的优势就是家国同构,祖先同伴。 而且在世界上所有的大国里,唯有中国是家国同构,祖先同伴。 国家是个大家庭,家庭是国家的细胞。 从文化上意义上讲,家国关系就是指每一个人与国家命运,与天下兴亡的内在关系。 从古至今,血缘亲情关系和百姓对国家的归属感,是构建中华民族社会关系的基础。 时事求是的说,国产电视剧的许事方式无非体现为三个层面,即个人生命体验,家族叙事和宏大的家国叙事,这三个层面是不能割裂的。 但近年来,有些都市严情剧,家庭伦理剧,青春偶像剧等,格局越写越小,越写越封闭,出现了家庭和国家的断裂,个人和民族的隔绝,不知道是发生在什么时候的事,也不知道发生在哪个地方。 这种电视剧看着很现代,很时尚,很超越,实际上很封闭,很保守。 而楼外楼的创作指向却是很明确的,编导和投资方就是要一杆子插到底地打通家国之间,打通历史和现实之间,打通个人和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精神文化联系的通道。 楼外楼剧照 在电视剧《楼外楼》中,将楼外楼的兴衰经历展现得非常清楚。 从1924年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开始,经历军阀混战,北伐战争,到民国政府统治时期,包括918事变,77事变,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战败。 近20年时间,编剧选择这个时间段来构思剧作,因为这段时间里中国社会最动荡,使得该剧充满张力。 全剧通过楼来楼自身的几度兴衰,几度开张与关门,几度家破人亡,形象深刻地许述了家国历史。 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对工商业的掠夺政策,对楼外楼挤压、封电、拆、抢、烧、砸、杀、无所不用其极。 店主被杀,其第二代也几度面临生命危险。 在这系军阀阴危之下,楼外楼差点被拆掉,其间磨难不断,危机重重,但楼外楼靠着生存智慧和任性越挫越勇,不断发展。 这就印证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对民族工商业完全是解责而鱼,杀鸡取卵。 所以,楼外楼的一路波折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就如同在巨石之下的艰难成长, 剧中没有靠直白说理论一概括,而是用细节和人物命运非常生动地阐述了这一切。 楼外楼海报 在楼外楼里,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得到了很好展现。 从洪家驻参军开始,楼外楼的命运,洪家的命运和北伐的命运,抗争的命运都连在一起。 最后,洪家秀参加了共产党,洪家宝忍辱负重给新四军搞情报,被骂汉奸也在所不惜。 包括抗战正式开始以后,新四军,国民党军和杜小生武装联合抗日,都是非常自然地通过洪家人的命运,通过洪家亮兄弟,一个媳妇,一个闺女的命运写出来的。 包括河秋水,严格意义上也是洪家的子女,她一个人拿两颗手榴弹把整个船战了,跟他们同归于尽,为民族大义献身。 没有对日本侵略的反抗,就没有民族的独立,也就没有楼外楼。 这里,非常自然,结合得非常好,没有说教。 楼外楼巨照 楼外楼和洪家的不幸遭遇,浓缩了整个民族的灾难史。 洪家和楼外楼的幸运史,也是整个民族的幸运史。 相反,恶的代表,有奶就是娘的赵田与和孙无忌的发迹史,就是民族的灾难史,他们的消亡史就是中华民族的幸运史。 特别是到最后,洪家那么多人为国现身,由此不难看出,在民族威王时刻,楼外楼的尊严,洪家个人的生命尊严,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融为一体。 维护个人尊严就是维护民族尊严,维护民族尊严首先要维护个人的生命尊严。 编导找到的这个切入点非常好,没有任何说教。 一家饭店,知的是楼外楼,的历史从饮食写起,写到这个程度,在家国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精神维度会完全打开,贯通,并直指现实,这就是家国统构,以小见大。 其次,楼外楼不仅体现为浙江和杭州的地域文化,更是反映了整个中国文化。 剧终结楼外楼的命运,写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是中华民族非常重要的文化,该剧以楼外楼的杭框菜,写就中华饮食文化的传统以及当时气象现代化的转型。 诚信为本,品牌经营,是楼外楼的一大特点。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一闻新楼,一闻会友,四美合一。 楼外楼不仅凸显了江浙文化,更是折射了中国饮食文化的传统。 而且,一部楼外楼,半部文坛史。 张太炎,吴昌硕,李初鹏,陆雪,郭默若,梅兰芳,柳亚子,徐志摩,于平博等当时的著名文人,学者,几乎都登上过楼外楼,而且大都写出了故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楼外楼剧照 第三,该剧有一个特殊贡献,就是剧中秋水访的兄妹恋,在现身抗日战争中解决了情感和伦理这道难题。 对洪家柱与秋水情恋关系的战线,就是对激情和伦理纠缠的拷问。 通过剧中所刻画秋水的命运,便能看出历史留在现代的痕迹。 这一道风景线,想来一定会作为话题留下来,长久地启发人们的心智。